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靠免疫治疗就完全可以清除病 这篇研究是说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直腸癌 带有DMMR的特变 单单使用PD-1的免疫治疗 首先说什么叫DMMR 全称Division Mismatch Repair 是一种免疫治疗指标 如果带有DMMR 代表肿瘤对免疫治疗非常敏感 即是预期用免疫治疗会非常成功 当然不是每个肿瘤都带有DMMR 以直腸癌为例 大约5-10%的直腸癌病人带有DMMR 这种DMMR的直腸癌病人 对于化疗有相对比较耐弱和抗弱的倾向 这个研究就是第二期或第三期的直腸癌病人 带有DMMR 他们首先会下PD-1的免疫治疗药物 Dostalumab 每三个星期下一次 下六个月 然后再做一个评估 有一个评估的指标 叫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即是把肿瘤完全清零 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 就是放直腸镜去看 就看不到任何肿瘤的痕跡 第二 就伸手指进去探光 也摸不到任何肿瘤 第三 就是一个直腸的磁力共振 MRI 在影像上也找不到任何肿瘤痕跡 结果令人非常震惊 就是42个病人 其实完成Dostalumab 都100%全部达到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即是单靠Dostalumab的免疫治疗 就可以完全达至肿瘤清零的效果 这42个病人 是没有人需要再进一步进行手术 化疗或者电疗 即是单靠免疫治疗 就已经医好了病了 这个对于部分的直腸癌病人 可以说是一个喜讯 因为我们知道 有部分直腸癌的病人 如果做完手术之后 其实他们需要背一个做口袋 如果不需要手术的话 也都避免了需要背袋这个情况 所以可以说免疫治疗 就大大地祖福了这一班病人 免疫治疗很多人都听过 现在传统的免疫治疗 就叫做检查点抑制制 CheckPot Inhibitor 最主要有PD-1 PD-L1 和CTLA这三款 但其实还有另一种免疫治疗 叫做细胞免疫治疗 Cellferomy 最出名的那只 就叫做Carty Cell 一直以来 Carty Cell 最主要就是用在血液肿瘤方面 即是最主要是血癌 但实体肿瘤 似乎暂时未有数据 在2024年终于有突破 第一只细胞免疫治疗 TIL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 即是说肿瘤浸药 腊巴细胞 就已经推出了 可以核准用在这个黑食素瘤上面 这种TRL的细胞免疫治疗 到底怎样做呢 首先 在病人的皮肤癌组织里面 切一小块出来 这个肿瘤上面 其实就依附了很多的免疫细胞 在它表面上 就会将这些免疫细胞抽离出来 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抗争 说的是几十亿倍的数量 比较有明显的 专门针对杀伤效力 同时间病人也需要接受一个化疗 将身体原本在血液里面 运行的一些免疫细胞 是减少或者清除的 如果我们不先对身体里面 在血液里面行走的一些 旧有的免疫细胞 进行清除的话 这个环境实在太狹窄 太过逼 还有这些新旧细胞 其实在一起会有一个抑制的反应 导致免疫治疗效果不好 当我们身体回输了这些大幅抗争 专门针对肿瘤的免疫细胞之后 它就开始发挥作用 它就会发起攻击的数瘤细胞 现在TIL的免疫治疗 已经有一只的product 被FDA核准用在第四期黑色素瘤 而且用过一些标准疗法 比如免疫治疗之后又耐药 之后就可以使用TIL免疫治疗 另外还有一个叫TM001 其实是在荷兰和丹麦 其实在医院里面是可以使用的 这个表就看到不同病人 使用TIL免疫治疗之后 它有肿瘤的反应 这条巴向上代表肿瘤不断增大 而向下代表肿瘤不断縮小 大家看到其实向下是多于向上 而且幅度也是向下是比较多 研究结果表明 这一只细胞免疫治疗在 縮小肿瘤的效果方面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研究就是欧洲的一只TIL 叫TM001 它的研究对象 都是晚期的黑色素瘤病人 研究分病人为两组 第一组接受TM001的TIL细胞免疫治疗 第二组的病人接受传统的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epilimumab 就发现使用TIL 有大概20%的病人 可以将肿瘤完全清除 客观有效率大概有48% 这个数字比起传统的 check point inhibitor 明显高出一倍以上 细胞免疫治疗 除了TIL之外 也有卡T cell NK cell 和TCR 卡T 都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最主要用在血科的肿瘤 比如血癌上面 实体肿瘤来说 卡T 基本上暂时来说是应用不到 但是TCR的细胞免疫治疗 现在都在做很多临床的试验 在实体肿瘤上 简单个说TCR细胞免疫治疗的原理 在免疫T细胞的表面 就有一些受体可以识别 和攻击肿瘤细胞 透过基因工程技术 将这些表面受体进行一些改造 这些经过改造的T细胞 就会更加有效地去识别癌细胞 从而发起对它的攻击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Prime受体 Prime受体其实是存在于 很多不同种类的癌细胞上面 比如皮肤的黑色素瘤 卵巢癌 轮臟细胞肺癌 三阴性乳癌等等 这些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T细胞 就可以大大增强攻击 大有Prime受体的癌细胞 在已经发生了转移的蓝性潜烈腺癌里面 一般来说一线就会使用第二代的抗红激素药物 食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发生抗药性 那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而一种新型的药物叫做 标靶放射性核素 顾名思义 它有标靶和放射治疗 两个特点 这个研究就是说前列腺癌的病人 对于荷尔蒙药物出现抗药性之后 但是又未用到化疗 他们就使用LU177标靶放射性核素 这个标靶放射性核素的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药物本身是带有一个 可以识别癌细胞表面独有受体的标靶部分 当这个标靶部分 与这个癌细胞结合起来一齐之后 整个药物就会被吞进去癌细胞里面 只要入到癌细胞里面 这个药物才会释放高浓度的放射线β 这个β放射线就会破坏这个癌细胞 情况有些像现代战争里面一个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表面都有一个识别的导航部分 这个导航部分就会指引整个导弹 飞去目标那里 去到目标那里才会释放高浓度的炸药 研究就将病人分为两组 第一组病人就要接受LU177标靶放射性核素 每六个星期落一针,总共做六针 另一组病人就会转另一个牌子的荷尔蒙药物 在无恶化存活期方面,LU177标靶放射性核素 只可以达到12个月 相比在钻海尔蒙药物那组 它的无恶化存活期只有5.5个月左右 另外研究也看到病人的生活质素 以及他们的疼痛程度 都发现标靶放射性核素 是优于钻海尔蒙药物那一组 研究过结论前列腺癌的病人 对于红激素的药物出现抗弱性之后 其实就可以考虑使用LU177标靶放射性核素 在已经出现转移的 在荷尔蒙药性乳鸭里面 一线来说,就会使用对抗痴击素的药物 有一部分病人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已经出现抗弱性 显示这群病人的预后是非常之差 有一部分是带有一个叫pick3CA的基因特变 如果有这个基因特变的话 就可以吃针对pick3CA的标靶药 早期乳鸭的病人如果带有痴击素受体的话 在他们完成了手术、化疗、电疗之后 通常就要吃荷尔蒙药去对抗痴击素 就吃5至10年的时间 有一部分病人在吃荷尔蒙药的途中 就已经是复发了 就变了一个晚期的乳癌 又或者有部分的病人 他们虽然已经完成了整个荷尔蒙药的治疗 但是在短短12个月之内 他们的病又回来 又是变了第四期的乳癌 显示这一批的病人 其实对痴击素的药物相对来说是比较抗药的 而其中一种抗药的机制 就是个癌细胞 带有一种叫做pick3CA的基因特变 如果带有pick3CA的基因特变 就可以吃针对pick3CA的标靶药 再加上一种叫做CDK46的荷尔蒙标靶药 再加上一种是肌肉注射型的荷尔蒙药物针剂 三管齐下 这个研究就是看这种三联用药的效果 到底是怎样的 研究的对象分造两组 第一组的病人是三联用药 第二组其实是类似的 只不过是少了一种pick3CA的标靶药 另外两种药是一样的 研究结果显示 在无恶化存活期方面 三联用药中位数有15个月 相对起来只用两种药的组 只有7.3个月 这个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影响晚期乳癌的病人 荷尔蒙阳性 而HER2阴性的话 他们又对荷尔蒙药物 比较早出现抗药性 而带有pick3CA基因特变的话 他们应该要考虑 加入pick3CA針对性的标靶药物 ADC这种药物 即是Antibody Drug Conjugate的简称 原理是将标靶和化尿 两种药混合在一起 既然它有标靶成份 这些ADC药物都有它针对的靶点 近几年用得比较多的ADC 是针对HER2靶点 近来发现一种新的靶点 叫Trop2 在乳癌细胞和肺癌细胞上 也有过度的表达 这个研究的对象是 荷尔蒙阳性HER2陰性的乳癌病人 他们用过一至两线化疗药物 病就出现进展 研究人员将它们分为两组 第一组就是使用DatoDXD 针对Trop2的ADC类药物 另一组的病人继续使用化疗 在无恶化传活期方面 DatoDXD很明显是优于化疗 除了乳癌之外 在肺癌病人身上使用DatoDXD的ADC类药物 似乎都有帮助 这个研究的对象就是3B至4期的 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如果他们有一些基因特变的话 他们需要用过标白药物 如果没有基因特变的话 需要用过PD-1或者PD-L1的免疫治疗 和化疗药物 当这批病人出现疾病进展之后 使用DatoDXD的ADC类药物 研究对象分为两批 第一组是轮臟细胞癌病人 第二组是非轮臟细胞癌 即是最主要是腺癌病人 发现非轮臟病人 使用DatoDXD这种斟断Trop2的ADC类药物 比起化疗要优成 在轮臟细胞病人身上 使用Trop2的ADC似乎没有益处 研究人员也再看到这批病人的Trop2水平 发现如果Trop2水平比100 无恶化传活期的中位数 只有两个月 如果Trop2是100至200分之间 这个数字就上升到6.1个月 似乎在将来 海尔蒙羊性HER2阴性的乙癌病人 可以使用针对Trop2的ADC药物 作为他们的治疗选择之一 以及在非轮臟细胞的肺癌病人 同样都有机会受益于Trop2的ADC类药物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